母爱 母爱如一骨 绢绢的细流 虽然没有生 却能滋润我们干枯的心灵 平凡的母亲 应遇着一分惊人的伟大 观世音菩萨像母亲一样 一针一线 缝补着我们心灵的创伤 营救着我们烦恼病痛的灵魂 有求必应的母爱 又是我们人生海洋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走出迷途 当我们在苦恼中 我们需要母亲的手中线 当我们在解脱的时候 我们感恩母亲的佛子情 一个学佛人 就如同找到自己的母亲一样 一个不学佛的人 就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在工作上 事业上 感情上 身体上 没人照顾 到处碰壁 我们学佛人 要像对待母亲一样 让自己的心 得到温暖 菩萨很慈悲 其实菩萨是最慈悲的 菩萨对我们 都是平等性 所以我们有时候 对我们对不起菩萨了 菩萨真的是很慈悲 对待我了 就像很多孩子 只有孩子对不起父母亲 没有父母亲对不起孩子一样 那个母亲为孩子的成长付出多少 没有母亲知道 孩子有时候不知道 等到孩子知道的时候 他就心里就无限的激动了 其实观世音菩萨 他这种性格 真的是 用人间讲 是无欲伦比的那种 高尚的境界 无欲伦比的那种 无上正等正觉 无欲伦比的那种 大慈大悲 他不但大慈大悲 他还喜舍 慈悲喜舍 所以观世音菩萨 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爱戴的 非常爱戴的 实际观世音菩萨 在女人的心中 他像一个慈母 在男人的心中像个慈父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原生 他是个男生 是因为到了天上的佛之后 他想变男生就男生 想变女生就女生 这个对他们来讲很正常 明白了吗 他要救人用妙法 他就可以这样做 只是你想到观世音菩萨 你有的时候 听一首唱的好的歌 观世音菩萨 你马上会掉眼泪的 法音 他是法音 观世音菩萨真的是 我可以告诉你 他可以赐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让你根本在人间 什么都不怕 我就跟你说了 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最慈悲 观世音菩萨 我告诉你 可爱的不得了 观世音菩萨 你爱他一倍 他就爱你一千倍一万倍 而且观世音菩萨 我告诉你真的 他也非常可怜 他有时候为了 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都给你们写话 观世音菩萨 天天在看着我们 观世音菩萨很爱我们的 他在天上 每一次垂下眼帘 看着人间的时候 师父看到他 都会心里很难过 我就觉得 就像一个母亲 牵挂我们的孩子一样 因为母亲在天上 看着我们在人间 吃了很多的苦 所以妈妈就舍不得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在人间 首先不要吃苦 因为要去除苦难 去除自己的业障 去除自己的灵性 你就不会吃苦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要用心 和观世音菩萨的心 要连在一起 如果你天天的 能够和观世音菩萨的心 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消掉很多的业障 你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 很多的加持 我经常看见观世音菩萨在哭 菩萨就是告诉我说 众生难度啊 众生难度啊 观世音菩萨就是心里难过啊 为什么度不了他们呢 你们都会度人 当你们度不了一个人的时候 你们觉得难过不难过 就像妈妈劝孩子 孩子不听一样的 你说母亲怎么会不流泪呢 多看看观世音菩萨 你们会很有力量 会很有耐力的 一个人在苦的时候 就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哪怕哭也好 哭一会儿看看观世音菩萨 哭一会儿看看观世音菩萨 你们记住了 观世音菩萨 全部看得见你们的 跪他的这种行为 只要你们真心的忏悔 菩萨 我给你们发誓保证 观世音菩萨 一定一定会救你们的 师父呢 就是最最最的 祝愿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不管我们在人间 怎么样学佛 我们一定要记住 人间我们有菩萨 因为我们心里就会有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都在天上看着我们 加紧 学佛念经 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人生的苦难再多 记住了 我们学佛人 我们趋吉 避凶 我们就是人间的菩萨 我们不但自己要修好了 我们更要多度众生 你们一定要多多的救人 多多的度众生 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爱你们 所有的菩萨爱你们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们在替他们 在做菩萨的事情 度人 感谢大家 谢谢